由北加州中华奇音联合会主办的第五届奇音会卡拉OK歌唱大赛 在金山湾区巧教中心热闹举行 当天包括了乔务委员林贵湘 王维康丽等贵宾 一共约400多人出席聆听 而大家也以歌会友调剂身心 让生活更多彩多姿 由北加州中华奇音联合会所主办的卡拉OK歌唱大赛 在金山湾区巧教中心举行 由于只要年满55岁 非职业歌手的长辈们都可参加比赛 因此报名人数相当踊跃 许多爸爸妈妈在子女的陪同下 一大早就来到会场 惑不及待要一展歌喉 会长孙英莲首先上台致辞 除了希望长辈们玩得开心 更重要的他也提醒 当每位参赛者鼓起勇气上台唱歌 观众千万不要吝息 给予掌声 今天是北加州中华奇音联合会的卡拉OK比赛 是在第五届 每一年呢 我们都希望奇音的朋友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健身的活动 那因为平常的日常生活里头就有卡拉OK的这部分 我们是让奇音朋友冷个机会呢 上舞台来表演 顺便也做比赛 今天整个两组大概有五十位的参赛者 现场的观众呢 还有粉丝总共有四百位 也希望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成功 比赛正式登场了 参赛长辈表演柔和了国财客余的 为人所熟知的曲目风格多元 也带领观众重温那段美好回忆 也有低费者以声乐式唱法 台校的亲朋好友 组成啦啦队 也不忘高举台子为他加油打气 当然也有人精心打扮 穿着与众不同 带来的是高山情歌 唱得豪昧不是柔情 都获得观众如雷掌声 其中还有人以一首 强烈明快的节奏 吸引台下观众 挥舞着手中牌子 将现场气氛退向高潮 我来参加新联合会的卡拉OK比赛 感觉到非常高兴 感觉非常高兴 不管有没有得奖 读物不要紧 诚不交 败不蕊 希望各位参赛的观众 参赛的人跟我一样完全一样 有这种心情 全场比赛从早上十点钟一直进行到下午五点钟 最后结果揭晓 除了选出每组前三名颁发金牌奖 还有优胜奖 以及最佳人气奖 最佳台风奖 与精神奖等等 得奖与否其次 最重要的是 长辈们能够借此 走出家庭与别人互动 各个露出愉快笑容 身心健康 也让这场歌唱大祭别具意义 台湾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盛和西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